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由蓝调口琴网推出的 半音接口琴金属加成 我是圆圆 在半音接口琴上 我们可以通过按下推键 让正常的吹吸音升高版个音 那么我们吹响咪这个音 在按下推键之后就可以获得发 还有吸这个音 我们吸响之后按下推键 就能获得Do 打个比方讲 第六孔的吹气这个Me 大家可以试一试 你吹响之后 然后再按下推键 这个音是不是和六孔吸气 这个发是同一个音 两个是同一个音 大家还可以再试一试 第四孔的吸气 这个低音吸 你吸响之后 按下推键 获得的这个音是如何 四孔吹气和五孔吹气 这个Do 是一个音 这是因为按下推键 升高半音 那 咪和发之间 还有西和Do 之间的音程关系 是半音关系 那具体的这些阅理知识呢 可以在我们的阅理课程当中 得到详细的解答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些课当中 哈 嗯 当我们演奏的时候 面对 这么多选择 当我们要用Do 的时候 或者我们要用Fa 的时候 面对这么多选择 我们该什么时候用有推荐的 什么时候正常去吹吸呢 那我们要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 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 啊 它可以让你的乐剧更加流畅 更加连贯 那我们就选择 这个音 好 这里有个小例子 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 在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 mi fa mi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第六孔 我们去演奏 mi fa mi 是一口气 但是只用你这个推荐 按下来放开 和你吹气吸气进行对比 这个是用推荐的 那如果不用推荐的话就是 相较于不用推荐来讲 用推荐是会更加连贯 更加流畅 那我们会建议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用推荐 但如果你不用 你要用吸气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遵循的第二个原则就是 就近原则 减少你移动的距离 让你演奏的时候更加舒适 在这里一样有个例子 我去给大家听一下 在这一句这个Danny Boy里面的一个选段 在这一句里面有一个 so la si do 然后又是 do si la so 那你看它主要都是集中在低音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选择就近原则 这个do 我们就不要去选择 第五孔吹气了 我们就近原则 我们就让它在四孔完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在四孔 我是选吹气 还是选这个吸气加推荐呢 好 在这里就比较建议说 你可以在这一句里选吸气加推荐 因为我们第一个原则里面有说到 就是让它更连贯 如果我们选择加推荐的话 这个si do 然后后面又是do si 全部都是吸气完成 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 全部都是吸气完成 如果说我们用吹气的话也可以 也不会有太大的不一样 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个这么连贯 好 关于半音节口琴上这个推荐的选择和使用呢 还有其他的考虑因素 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用推荐获得一些装饰音 或者用推荐来改善你的这个 就是演奏出来这个音的音色 那这些呢我们会在高阶的课程当中 再详细的进行介绍和练习 那在这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先把就是使用推荐 先把它用上 先去感受一下 使用推荐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先去熟悉一下这个推荐该如何使用 在第二课持经姿势的时候 我们有说到推荐用右手的食指来按 我们的右手的食指是被指派为来按这个推荐的 所以说我们固定了这个食指是做推荐用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右手的手掌往上一拖 然后把其他的指头一包抓住这个口琴 那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已经很稳固了 可以让我们来演奏 那其实关于就是右手手指按推荐的这个位置呢 有不同的说法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食指关节处 这个关节处 来按这个推荐 但是有一部分的演奏者呢 是喜欢用食指指头上面有指纹的这个部分 用这里来按推荐 那它这样一包过来的话 包的这个距离就会更长一些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演奏的话 可能不能放的特别直 需要有一点倾斜度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你演奏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一样都是可以的 练习曲中我们有标明哪些地方你可以去使用推荐 大家去感受一下 用了推荐之后 音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气息 你的整体的这个把控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先去熟悉一下推荐的使用 好我现在会为大家做一下这节课的练习示范 我们下期见 这首曲子呢是一个四三拍的曲子 它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 有三拍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伴奏 就会比较清晰了 二二三 一二三 二二三 咱们这节课呢就学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课后好好去练习一下推荐的使用 好那我们下节课再见